LAYO 聊世紀 天氣中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孟加拉人對上土耳其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布基圖 先來介紹一下 藍色選擇的文明是孟加拉人 孟加拉人最大的特色是每升級的時候 城鎮中心 每個城鎮中心 都會給到兩個村民喔 這讓孟加拉人的村民術 在升級的時候會有遼遙領先的狀況 那孟加拉人他的相公也是特厲害的 有這個三相之力 有這個抗招響 還有抗額外增傷 還有這個增加攻速的特性 所以孟加拉人走大象路線是比較適合的 那由於相公很害怕戰毛兵的關係 所以他的輕騎兵對戰毛兵有加兩點的加成傷害 那本身孟加拉人是沒有火炮的文明 所以他的僧侶算是比較全面的 但比較可惜的是沒有異端邪說 所以相公還是比較害怕被招響 那孟加拉人他的經濟體系算是一個很不錯 既在團戰出也不會太虧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邊 土耳其人 那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火槍的血量特別多 攻擊速度 只有這個精銳土耳其有這個動畫減免的這個效果 所以他射起來感覺會比較快 那土耳其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走這個駱駝 馬弓 他的垃圾兵基本上是不能用的 因為他的槍兵不能升級重裝長槍兵 毛兵也不能升級重... 這個...戰毛兵 所以土耳其人他大肉馬是免費升級的 而且還附贈了一點遠方 土耳其人挖精的速度也是特別快 算是給他這個... 垃圾兵不能用的一個補陣 挖精速度快 要盡肯的使用黃金兵去壓制滴的 會比較適合土耳其人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風劇怎麼打 那現在看到土耳其了 這邊是一個拉豬回來 下方這裡有兩個人在伐木 好 這邊拉豬回來了 好 這邊設施 好 那現在出了錢是五人伐木 或是的話一樣是四個人去吃 那MBL呢 可能是選擇了三人喔 三人伐木 這裡有要下...軍椅嗎 這邊還來得及轉棒棒開喔 那MBL這邊還在推入喔 在推入的情況下就不太可能會去打棒棒 主要是漏比較少 而且你也沒偵查到對方的這個支援點喔 所以你沒有辦法很掌握的... 對手的支援點進行棒棒燒了 所以通常這個時間點沒有到對方家裡繞 就是不會有棒棒的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對方刺頭一直在家裡繞的時候 你這樣可能就要小心喔 對方可能是棒棒開 那出了錢人這邊這個時間點喔 棒棒還沒有出現喔 就意味著棒棒應該是不會來 好 那這邊也是 就正常的開局 正常的開局 好 這邊兔爾七的肉馬已經過來了 孟加拉人肉馬也出到三隻 那這裡有一隻槍兵喔 所以兔爾七的人會稍微有點害怕 好 上方這裡... 好 這邊趕快拉走 看起來都已經圍好了 孟加拉人應該是要來術生 城堡時代 當然是有先出兵防守的 這種類型的 好 這裡兩隻槍兵 高地想要給壓力 這裡要進去了嗎 好 衝進去 兩隻槍兵要回頭打一下嗎 好 最近抓上面村民 兩邊大打出手喔 槍兵第一時間被擊火收掉 MBL這邊還沒有打算要逃 好 一定要打個一村才甘心嗎 這一村可能會被擊殺 OK MBL雖然損失了大量肉馬 喔 不是大量肉馬 是全部的肉馬 這邊兔爾七的尾蛋很漂亮 只損失了一隻村民 但是換得來是 MBL所有的肉馬 這裡交換起來非常舒服 好 這邊房子稍微圍一下 好 這邊房子稍微圍一下 兔爾七走工兵路線 但小工出這麼多 好像也沒問題 兔爾七有工兵可以用 而且聲道撐爆 時代喔 還可以轉為馬功喔 白血馬功 就是在說兔爾七人 這個白血馬功兔爾七也是蠻厲害 點一擊射的話 通常就是走馬功路線會比較常見 這邊再繼續圍 但這個房子好像圍不起來了 喔 終於打破了進來 圍加圍圍圍圍到自己爆炸 孟佳阿倫 MBL還有30秒 差點升級到城堡時代 但這邊弓箭手已經越來越多 衝了進來 兔爾七人這波牙制給的非常足夠 這補下輪軸技術 肉馬繼續砍 MBL這邊一波肉馬送掉 果然有點傷啊 但這邊已經是雙馬就帶出肉馬了 那由於孟佳阿倫 他這個文明是沒有騎士的關係 所以他這裏只能出肉馬 所以他不是不想出騎士 是因為他沒得出 要把他點一下輕騎兵到貨品種 增加一下血量跟肉量才行 這裏可能要買賣一下 有市集嗎 沒有市集也不是買賣 這邊先抽掉外面的這幾隻工兵 點下一級的騎兵鎧甲 好 兩個城鎮中心 好 輕騎兵補下 兩個補完之後才要上 OK MBL打得很穩 喔 這裡要放出來 會有點危險喔 這邊弓箭手很麻煩 好 再等20秒 弱馬才可以變身完畢了 這邊想用上了嗎 現在對手也很緊張 欸 這個有一隻村民 好像沒有收到 他跑到了奈何橋了 好 看一下這邊 這邊一個鑽小...小...小樹洞 看到小樹洞 一言不合就鑽進去 大家都是正常大人阿 看到樹洞 會鑽也是正常的 好 這裡全部收光 九個人 好 這裡十個人 右邊這裡要補一個城鎮中心嗎 可以挖石頭 欸 MBL在挖石頭咧 喔 這邊有石礦 剛剛想說奇怪他哪一個石礦 竟然在上面TC了 好 那兔何七人這裡補下了 奴賓 好 二級射 欸 結果不是走馬弓 哎呀 被打臉了 怎麼直接走奴賓呢 可能他覺得奴賓出了太多了 五隻不升上去好像有點可惜 確實有點 稍微可惜 四隻不躲 三隻不堅持 六隻不躲 五隻不停 五隻不躲 報辣 五隻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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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好 這裡趕快圍一下 大家現在沒有兵喔 MBL現在沒有辦法擋住對方的黃金套餐 騎士加工兵 只差同時車跟生旅了 但打孟加阿倫喔 除了一些人應該是不會出到生旅喔 去壓制對手 反正是修道運可以玩點一下 然後待會再去撿聖物的一個流程 因為現在MBL已經出肉碼了 所以他太早出生旅的話 還是很可能會被這些肉碼給抓掉的 好 現在有一台奴炮 可以打掉這些奴兵 這跟城堡應該是能建立起來 但突然先走之前還想要再騷擾一下 這波騷擾打得很好喔 好 後方這裡要維持 OK 這裡串燒 不掉 MBL 要打戰車了嗎 喔 這個騎士 臨死之前收掉了一隻輕騎兵 還不錯 好 那目前突爾西人3TC開農 MBL這邊補下了兩個需要道遠 但是看到圖西這邊的黃金套餐有點扛不太住了 好 再把這個農田射掉 現在奴兵的優勢很大 至於有人會說 誒 為什麼MBL不轉戰毛兵去打這個奴兵啊 因為戰毛兵是打不贏森女 打不贏騎士的 所以這些升級的東西呢 還要升級戰毛兵喔 二級生已經點好了 如果要去升級戰毛的話 不如趕快挖持出戰車 戰車本身也是馬攻單位 攻擊力是7點 比這個奴兵呢 一樣傷害 壓死5加2 比這個奴兵呢 血量多一些些喔 125滴血 還可以吃到品種 前面都已經銜接打肉馬品種下去了 這邊打戰車喔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接續轉兵喔 所以MBL這邊轉戰車 我覺得轉得非常漂亮 再加上一些聲率喔 確實就可以阻擋對方 出現這邊的黃金套餐了 但這邊臭民術有點被擊殺掉的有點多囉 這邊趕快補血 投石車過來 看一下能不能預判成功 上方這裡 OK沒有辦法 好想一下 喔 躲掉了 MBL這邊細節操作 好 但對方也來個細節喔 上了高地 這是他的最後能反擊 的地方了 但是要被投石車逼到甲路了嗎 好 這邊MBL趕快一直往前上就好了 這裡用生理趕快招 投石車往前也沒問題 再砸一發 但是被打破了 這裡趕快圍 哇太慢了 MBL這邊手速慢了大概0.5秒左右而已 如果能把這一坨兵全部吃掉的話 非常的賺啊 好最後用大量戰車 追趕這些奴兵 但這個奴兵 走得很好啊 躲掉了好多箭矢啊 還被奴兵給反殺了回去 好MBL這邊有點尷尬 這個攻擊劍格 剛好被對方掌握到了這個節奏 好 這邊城堡補下了一個 在高地 後面還有兩隻奴兵在如蕭 對手的騷擾做的還是蠻到位的喔 好一台戰車變成近戰模式 拿刀開砍 戰車是可以自由切換近戰模式跟遠 可以變成近遠戰的一個模式 而且現在戰車有擴散散案的效果 好 將這兩隻奴兵在一起 這兩隻余大師 MBL這邊又有大動作囉 拉了非常多的村民到了前線 兔子七人這邊是點下地龍時代耕種技術 增加一下騎兵的跑速 這裡還是要鬼轉馬弓 看來沒有預測錯誤 只是他弩兵出了時間更長一點點 兔子七人打弩兵不如打馬弓 傷害還比弓箭手多了一弓呢 好這邊往回拉 唉唷 這邊置低戰車 兔子七人這麼保守的嗎 OK 這邊還是招搶到了騎士 MBL這一波交戰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對方也打得不錯 後面僧侶也是有在做事 全部的僧侶都染殘血了 好 要撤退了嗎 MBL他這邊沒有先打僧侶 意味著他覺得自己是有優勢的那一方 好 但如果讓僧侶跑掉的話也是有點小推的喔 我還是跑掉了 尷尬 他確實是有優勢喔 但僧侶跑掉好像也是很賺 好 這根城堡順利建立起來 上面這個TC也被騷擾到 好 這裡高地城堡蓋了起來 所以我現在可以點下彈道學跟三級射 利用時代的縣市已經領先MBL MBL這邊可能要多賺幾隻村民 才可以把這個時代上的劣勢給搬回一城 這裡化學也補下了 換機射化學 6加4的傷害 10點 還差一個重裝馬弓了 重裝馬弓上去就變成7加4 這邊投石車要小心喔 而且這邊有城堡 這裡馬弓硬扛 城堡的傷害走來走去 這裡戰車又往下走 繼續騷擾 MBL這邊馬弓 戰車騷擾打得很有料啊 這邊有個多線來看一下 要先騷擾牧區嗎 還是礦區 我覺得礦區比較香 好 這邊開始騷擾 兩邊都在一個馬弓互相色色的環節 好 現在出口器人大量被騷擾當中 巨型頭時機 努力拆城堡 在上方的城鎮東西已經被解掉了 看這個農田要不要低調 這個低調可以蓋嗎 好像可以 這個位置 好 下方的戰車也在互相對打 下方重點看到自己村民被慘招毒手 損失了非常多的村民術 現在MBL村民術反超出口器人 E3吋打85吋 太淘汰了 好 這邊這裡 有幾隻馬弓 好 再次壓著回去 這個筆研一下的銀罐了 那個 彩翼騎兵 增加20點的血量 加碼弓可以變成90滴血 火炮也出來了 好 右邊的馬戰車看起來沒了 哎呀 這裡馬功雖然還是變多了 22隻了 好 現在我實在上的優勢 趕快退回去 MBL要利用對方反退這個時間 趕快去補下帝王時代的升級 好 那在這邊點一下 兔爾奇人這邊馬功能夠守住嗎 喔 暗線戰術拇指環 終於補下了 衝撞馬功最後點 這個觀念正確 好 馬功這邊再次回來 繼續燒老龍金礦 好 這裡也稍微反擊回去 好 看起來還行喔 MBL這邊已經退回城堡高地 點下了銀貫派科技 OK 這樣他的戰車呢 也可以增加20%的攻擊速度喔 好 但現在沒有化學 跟對方對射是有點虧 而且暗線戰術提升的關係 遠房已經來到0加3 好 遠房直接加2點還是很有感的 好 暗線戰術就是這麼的猛 但兔爾奇人的弓兵鎧甲 還要找個機會補下 好 戰車子也變成輕戰模式 開切 直接切掉了巨型投司機 好 這裡有一些 村民在搞事喔 果然一根城堡在高地 好 這邊城堡 繼續攻城 兩台火砲繼續拆除 這裡馬功 36隻 數量可以再繼續往上堆嗎 欸 孟佳人MBL點下金銳戰車了 好 這裡馬功 第一打功 反擊回去的戰車 好 這裡回去 反擊 踢打高 進隊戰車6加3 化學還差了一點 好 這裡盤擊 好像有點壓力 射不回去嗎 火炮在原層打擊 哇 這邊有一個閃陣 兩邊的馬弓做得很好 當然圖爾西這邊下方還有MBL的一個多線操勞 好像有料 後方這裡 火炮推回去 喔唷 工程進攻 看起來 MBL稍微有點劣勢 如果要是能讓圖爾西人肉馬堆疊起來 MBL就糟糕了 甚至現在村民術已經是146層對上91層 時間再越拖越下去的話 圖爾西人就會喪失進攻的權力 甚至現在重裝馬弓 也已經窮到點不下去了 好 這裡馬弓被逼退回去囉 好 直接打出了聚聚 戰車看起來是比較猛一點 遠防7點 還是有點坦的 圖爾西人這邊呢 雖然他也可以到6點 他是6點 重裝馬弓好像會再加1點 有點忘記了 應該是0加6啦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0加6 當然戰車的馬弓優點 就是遠防多一點 而且他可以自由切換近戰模式 而且以馬弓邪央來說的話 戰車應該是最多的 135滴血 這一把可以說是MBL 用著戰車的體質優勢 慢慢碾壓回去 然後繼續打150層戰術 經濟越來越好 然後再來順利的 把圖爾西人打一個多線 經濟一直騎不來 順利拿下比賽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經濟的 差距 MBL這邊贏了大約快5000多的資源 軍事方面拿到1.81的KD值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With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V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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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